南韩MERS疫情持续升温当中 民航局今天跟四家台湾航空公司 包括了华航、华信、长荣 还有复兴航空等来协商 四家业者都同意说在6月5号之前 非韩国首尔、釜山跟冀州岛的航班 民众已经开票的包括了优惠票跟团体票 部分票种都可以在6月12号之前办理全额退费 这是我们刚刚所收到的最新消息